各国高端晶片厂商从去年开始为响应美国通过的晶片与科学法案 纷纷加入限制出口中国的行列 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指出 拜登政府计划延长对南韩及台湾主要半导体制造商的豁免期 允许他们在中国维持并扩大现有晶片生产业务 华尔街日报指出 美国政府可能意识到在全球分工产业链下 要阻挡中国取得高科技产品的困难 而根据华府的说法 限制晶片出口中国的主要目的 是国安考量而非有意要和中国经济脱钩 但不敢华府祭出晶片管制的用意为和 围堵中国的策略已经引发北京强烈不满 美国出台芯片和科学法要求接受美政府补贴的企业十年内 不得在中国扩大先进芯片产能 诱押盟友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 这不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吗 华尔街日报更进一步强调美国试图用 芯片与科学法案中的530亿美元补助 又使台积电和三星撤出中国 但还是无法足够说服这些公司 完全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美国 美国想要在科技竞赛中胜出 还得仰赖领导阶层能否在国内打造取代中国的供应链 欢迎新闻 欢迎知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